大家好 在今天白天 你有沒有覺得天氣好炎熱 在戶外活動 兩件事情要注意 第一個要防曬 第二個要多補充水分了 我們來看看今天中午的溫度 究竟有多高了 先來注意到最高溫的地方 在兩個地方 一樣的高溫 一個是台北側站 另外一個就是金門側站 中午的溫度都到達了 34.3度的高溫 中午的天氣熱呼呼 到了嘉義的溫度在33.8度 而到台南33.6度 新竹的溫度也有33.5度 你有沒有注意到 整個西半部地區的溫度 全部都是偏高的狀況 明天的天氣跟今天一樣是偏熱 不過有一點不同 三八號開始要增多了 所以在中午以後 如果你在山區活動的朋友 要特別注意 會有一些濃霧的狀況出現 能見度會變差 行車方面要注意 不過週休假期開始有一點不同 就在於我們的風向變東風 東風帶著水氣進來 東半部地區會飄雨 西部地區天氣晴 也就是說週休以後 東山飄雨西山晴 我們先來看一下 現在這個時候的衛星雲圖了 雲圖上面我們先注意到 在昨天距離 我們1400公里的第16號颱風 現在很快的速度 它朝著一個比較偏著 北北東的方向在進行 對於日本來說不會直接影響 但外圍的雲層影響 但我們台灣 也有受到一些間接性的影響 什麼樣的影響 我們就來看一下 看看現在晚上的這個時候 龍洞浮標站這邊的海浪高度了 先來注意到 海浪的高度的部分來說 它其實在今天的時候 下午的4點鐘的時候 有達到2.2公尺的浪高 浮標站這邊浪高真的還滿高的 那我們接著從一個即時的影響 來看看目前在東海岸地區 晚上的時候的整個狀況 你可以注意到 白浪花仍然在這個監視器的 夜視攝影機下面看得清清楚楚 這個地點是在東海岸的 加路南的這個油氣區的 海邊的監視器 海浪還滿清楚的 這就代表說白浪花的湧浪 仍然在今天晚上的時候 東部地區的海面 還有包含東北部地區的海面 都仍然比較明顯 如果你是晚上要夜調 或者明天一大早到海邊的朋友 要注意 這種白浪花過來的時候 它容易把人給捲出去 可要特別的留意了 但對於我們的天氣系統來說 最主要颱風系統加速的往北走了 我們在近海的風浪來說 今天晚上仍然比較偏高 你可以注意台灣北部海面2公尺 巴士海峽也是2公尺 再來往北走一點到了宮古島附近 這邊可就到了3公尺的浪高 所以在台灣附近海域的風浪來說 在今晚到明天中午之前 仍然比較偏大 因為遠洋有颱風的關係 但說到這颱風 我們再來看一下影像 這個影像是真實色彩的衛星的影像 我們從這個影像當中 你就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台灣的上空最主要在颱風的 外圍的下沉區的影響之下 天氣晴朗 溫度高 早晚溫度你有沒有感覺到很舒服 因為有一點點偏北風進來 但是整個雲系的發展 最主要的結構體在日本南方 現在北方已經有到微弱的封面帶 之後颱風會加速的朝著一個偏的 東北的方向走 我們台灣上空的雲層發展 在明天的時候 在山區部分就容易會有一些 午後的熱對流的雲層 開始會發展起來了 我們從天氣狀況來說 從衛星雲圖上也可以很明顯看得到 在整個北半球目前的話 北邊靠近幾下日本 東邊這邊是颱風系統在這個地方 對於我們來說 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目前來看在未來幾天 我們的風向開始會變東風吹進來 所以東部的朋友到了禮拜天之後 會發現到東邊會飄點雨 最主要就在早晚的時候 水氣帶了進入以後 地形抬升作用而產生一些 降雨的機會 可是我們看看整個北半球 在我們太平洋面上 這邊還是有低壓帶在這邊 這邊也有低壓區 所以在未來的時候 其實還是有些熱帶擾動系統 在菲律賓到關島之間 還是有些發展的機會 但我們的天氣狀況來說 以目前來看 就要看北方的高壓了 當然北方的高壓 這個高壓系統還是偏弱 可是有一個時間點的高壓 是一種強度來說 它開始要比較偏強了 時間點我們就要看到 下個禮拜了 來注意到 在下禮拜的話 到了禮拜一的時候 冷高壓沒下來 我們是吹著一個比較偏著 盛行東風的關係 所以東風帶進來 東山飄雨 西山情 但你注意 到了下週二以後 北方已經開始有 冷高壓要出現了 接著到了下禮拜三的時候 冷高壓的位置來說 已經逐漸的到達了 日本跟韓國的位置 接著就到了下禮拜四的時候 可以注意到 這張下週四的地面圖上 冷高壓系統的強度 是比較偏強的 冷空氣的強度 會逐漸的帶了進來 所以我們預估 大約在下週二到下週四的時候 就會注意到 這北邊的東北極風吹了下來 溫度狀況來說 倒是開始會北部轉涼了 可是你注意 南邊這邊倒是有一些低壓帶 我剛剛提到的 這個系統會不會 植物線接近台灣 那我們到了下週四週五以後 我們再有待觀察那個系統 會不會再接近台灣了 不過我們的整體天氣形態來說 在明天開始 悶熱的感覺會變得更明顯 午後真雨在山區部分會變多 近海的風浪 到了這個週休假期 就會逐漸的轉小一些 來看看今晚到明天的溫度了 晚上的溫度是舒適 沒有昨天那麼涼 溫度略深 明天是一個悶熱的天氣 午後真雨的部分在北部地區 苗栗地區都會出現 中部地區的話在南投 雲林嘉儀會有些散發猴 南部地區只有在屏東地區 有散發猴的機會 東半部地區宜蘭庚 包含了台東地區 倒是山區有點零星的降雨 外島地區天氣晴朗 回來一個禮拜可以看到 東風吹浮之下 到了週日週一週二的時候 會有短暫雨在東部地區 但是到了週二到週四的時候 東北季風再度的增強 北部溫度下降 馬祖大概從週二週三以後 開始溫度就要降了 小叮嚀兩件事情要提醒 最主要北部海面風浪大 海邊活動注意 山區下午有濃霧 山區行車要小心